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级了就去提升一下其他侠客的等级 然后尝试继续通关 在刷关卡的途中 除了会得到主角和侠客经验外 还会概率得到侠客信物 这是游戏里用来抽侠客的道具 不过这游戏的抽卡机制比较特别 它不是直接抽人物 而是用侠客信物来抽招募令 然后再用招募令来直接换你想要的侠客 关于侠客要怎么抽怎么养的部分 这个主题比较大 之后我们再另外做一集视频来给大家分享 经脉系统 平时升级会需要经脉单 达到可以突破天赋时就会需要突破单 选一个侠客集中培养就好 千万不要分散养 不然谁都打不过 前期升级经脉单用的少 所以缺的都是突破单 经脉单和突破单有几个比较固定的来源 千宝塔 军团拍卖 军团商店 标局和钓鱼 军团拍卖是最快的来源 每天中午和傍晚的帮会活动结束后 都会开启拍卖 只有参与帮会活动的玩家可以参与拍卖 若参与帮会活动的人数少于3人 就不开启拍卖 帮会拍卖结束后 游拍的物品会进入全幅拍卖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但全幅拍卖会在晚上10点才结束 拍卖结束后才能获得拍卖物品 不过拍卖这东西你知道的啦 每个人都想要 你也不一定抢得到 所以能用客的还是直接客了吧 随着天赋提升 升级所需要的经脉单会越来越多 所以中期反而会缺经脉单 这时就不需要在那么平凡的花园宝去拍突破单 有需要时再买就好 千宝塔 每次通关都可获得经脉单 每突破50层可获得突破单 千宝塔刚开放时 没有战斗结束后 可以直接跳去下一层的功能 会打得非常慢 所以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先去通关主线 等你卡关后再回来 就会有这个功能了 每十层会有一个首领精英关卡 战斗无法跳过 即使你知道打不过也无法投降 那就只好仔细观看战斗 有时候只要换个位子就可以通关 这时只要在战败的画面点选提升侠客等级 就可以回到侠客界面这里 再点击布阵就可以调整阵容 调整完后再按返回就可以重新回到塔里 继续尝试挑战通关 非常方便 经脉突破后会获得天赋点 当天赋点达到指定数目 就会开启新的功法孔 520点天赋就可以把全部的功法孔开完 无需再往上突破 这时就可以开始去提升第二位侠客了 每个功法孔可以装备一个功法 这是前期最大的属性来源 也是我们要重点提升的资源 功法又分为属性功法和技能功法 前期优先拿属性功法 属性功法有攻击 防御 气血 暴击 抗暴 命中和闪避 优先培养攻击 然后才是暴击和闪避 这游戏的战斗系统非常简单 就是传统的普攻回怒两点 累积四点怒气后可释放大招 打主线副本靠的都是属性 只要攻击属性够 两个普攻或一个暴击的普攻 或一个大招能带走一个就有机会通关 请好好记住这个女人 卡关的几乎都是她 闪避完的就是运气 有时闪掉一个关键的大招或控制 就能提前通关了 前期没有那么多资源 让你慢慢地叠防御和气血 闪避是最取巧的方式 功法有两个主要来源 藏金阁和集市拍卖的红色功法是最贵的 基本不用考虑 在藏金阁这里可以使用铜币或功法帖来抽功法 铜币只能抽橙色功法 只有使用功法帖才能抽红色功法 保底是50抽一个 初期平民只用铜币来抽橙色功法就好 铜币超过100万就抽 留一点给升级用就行 绿色以下的功法让系统回收成为功法残业就好 功法残业可以到集市去买功法 前期不要用元宝抽功法 因为抽出来的功法是随机的 无法保证能抽到想要的功法集中升级 而且前期也没有那么多功法孔 让你去装备多出来的功法 元宝应该先用来买突破单 提升天赋增加功法孔 在市集这里可以直接买到想要的橙色和红色属性功法 一开始只能买橙色功法 通关主线38幕后才能买到红色功法 平民前期可以先买橙色功法过度 不要妄想可以存到红色功法开放才来买 除非你有其他红色功法的课金来源 否则没有橙色功法过度 你根本就打不过前面的关卡 橙色功法只买攻击属性就好 实在脸黑完全没抽到暴击 也可以考虑买一点暴击来过度用 功法可以消耗同名功法来升级 一级升级需要一个 五级升级就需要五个 非常好记 以合成的功法可以还原 可以回收 会以半价的方式返还成为功法残业 可以买红色功法后 就以红色功法为主 不必再买橙色功法 包括藏金格也不需要再用铜钱去抽橙色功法了 后续铜钱就只用来淬炼神兵 平民不要在藏金格里 直接用元宝买功法帖来抽红色功法 在江湖游历中 是有机会遇到卖打折功法帖的商人的 江湖游历 这里可以消耗精力 丢头子走格子 和体力一样 精力每天的次数也要买完 在游历的过程中会获得主角经验值 运气好彩中道具格子 还可以拿功法残业或低级功法 当中还有两个特殊的格子 商家和劫匪 彩中劫匪打败劫匪后可获得元宝 彩中商家 元宝会被商家打劫 不对 是可以购买打折商品 商家这里一样 前期只买橙色功绩功法 等到集市能可以买红色功法后 就改买功法帖或功法残业 这里卖的都是打折价 只要你的元宝足够就可以买 购买功法残业到集市 去买红色功法是最便宜的方式 只要8000元宝 就可以买到一个红色功法 购买功法帖到藏金格去抽红色功法 如果保底就需要12000元宝一个红色功法 而且还是随机的 不过在抽红色功法的同时也会得到其他地级功法 可以换换为功法残业 除了不能指定买到自己想要的功法外 其他都不亏 如果欧一点 30抽内提早出了也是赚 这时候你应该已经有一个功法孔全开的侠客了 足够赛下各种属性的红色功法 红色功法一样优先买功机 之后才是暴击和闪避 制定礼包这里 免费礼包选铜钱 侠客经验基本不会缺 功法定制包 一样优先拿功机属性 搞定属性后再来考虑技能 经选定制包不刻也行 直接刻这边的特惠礼包其实也差不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